欢迎收听解释聊 我是小杰 今天录音的时间是7月19号 下午的2点24分 现在一样我还是在 我还是在这个旧金山 那前几天我已经从 那个圣河西到了旧金山机场附近 所以这边老实说 我等一下应该会听到一些引擎的声音啊 或者是杂音 因为这个饭店相对比较差 然后隔音也比较不好 那今天这一集刚好是我们的EP31 这一集我想稍微的回顾一下 我们在前几三十几吧 大概做了一些事情 那这种组织织织 应该大家都知道 我们有三个线 一个就是闲聊系列 以后证明为解释聊 就是现在这个 第二个系列就会是 解释房 就是看房的那个系列 那再来还有一个是 紫围斗书的系列 那紫围斗书系列之后也会做一些更名 但目前还没有想到一些好名字 所以大家可以帮我们想一下 投稿一下 那不一定是要解释什么 也不一定是要聊什么的 然后也不一定是需要紫围都可以 我们甚至还想说 要不要改一个叫什么怪力乱绳 之类的东西 对 那这个倒是还好 就是其实就只是个名字而已 所以我倒是也觉得 暂定目前的饲料指挥也是可以这样 那这三条线 目前产量比较大的 当然还是属于一些饲料 因为这个系列基本上就是我开麦 然后就录 录完之后做后置 后置我只要去杂音 或是去一些口水音吧 虽然有些还是没有全部去完 但大概就处理一下就差不多了 我就不太会做 只调一下音量等等的 所以这一系列相对来讲 公布比较少 他不需要先去看文房 然后再录音 然后录音可能我们会录个 一小时节目 可能我们录一个半小时 然后剪辑可能又花了五个小时 那大家 其实我跟辛迪老师都有正职要做 所以就有点觉得 这个系列可能就会 相对来讲需要公布比较多 那紫围也是 但紫围卡的地方不一样 紫围卡的地方比较像是说 我们现在会需要去 想说要做什么东西 观众会比较想听 所以以上这两个部分 我都觉得如果观众 有特别想听的东西 或者是你觉得说 有些东西你可以做做看 也欢迎到我们的IG视讯 或者是五星留言 可以告诉我们说 我也想听这个东西 也可不可以跟我讲 这样子 这我们也会非常乐意 去往大家想法去做 那在杰斯聊这边的话 就是一个非常随便的东西 这是一个真的是很闲聊 闲聊到不行的东西 所以他们都是可能 因为我刚好在国外 所以现在也会有一些 国外的一些 的一些见闻吧 然后也会有一些聊天的 算是聊天的缓解 像是千奇机 可能有跟心理老师 一起做这个缓解 那我觉得都还不错 就是以表现来说的话 反而大家会看起来 目前看起来会比较喜欢闲聊这个单元 那我也是可以理解 但是其他的两个系列 我倾向于还是不要放掉 因为那个本来大家受众 本来就不太一样 那其实做三个系列 我们我自己是觉得压力是还好 那在剪辑这边 或者是心理老师这边 可能会觉得有一点压力 那工作 他的工作loading跟他的外物 其实比我多很多 我其实就是工作跟 跟Podcast 所以我Podcast比重 其实我等于是把它当成一个创业在做 所以我也很努力的 想要展现各种东西 或者是表现 或者把东西塞进来这样 然后也花蛮多时间 然后跟心理 那心理老师这边的话 他的时间相对有限 然后还有一些限制 所以就要 我们会慢慢来吧 对我们会慢慢来 所以的更新时间 或许未来会做一点调整 好那系列这边 大概先讲到这边 那后台有些数据 我想跟大家做分享 这很有趣 首先是国家 我们9%的7%都是来自台湾的听众 这个不意外 那性别的部分比较有趣 性别的部分 男生占55% 女生占大约45% 大概就是一个55比45的一个比数 男生居多 那这个也在 算是在我意料之内 然后再来是 大家使用的作业系统的部分 那这个作业系统 我觉得数据有点怪 因为有95%的人使用iOS 95iOS 这蛮怪的 因为 第一个iOS市占率没有那么高 第二个是 我有认识一些人 用Android在听我们的 所以这么高是代表 我们的观众平均 几乎都是果粉吗 还是怎样 这蛮有趣的 那有可能是 有个很大可能是 其实可能这个数字本身的取样 就有问题 那再来是软体的部分 所谓的软体呢 就是 大家可能会去哪边收听 我们的节目 那前几名分别是 Apple Podcast的46% KKBOX的24% Spotify的23% 那其他的少数 剩下都是低于2% 所以前三名分别是 Apple Podcast KKBOX跟Spotify 比率大概是4比2比2 这个也有一点出乎我的意料 因为我认识的蛮多人 其实都比较喜欢用Spotify 或是KKBOX去做Podcast的收听 反而Apple Podcast比较少 但是这个数字显示了 有45%的人 是用Apple Podcast这个App 蛮有趣的 然后再来是 再来是一些 比较细微的东西 像是年龄 年龄这个我也可以分享一下 我在正在First Story后面看 那First Story这数字 我觉得个人是觉得有点问题 然后年纪的部分 年纪很有趣 年纪在我们最多人的 有八成来自于28岁到34岁 所以28到34 那这个也完全符合我的预期 因为 其实host跟听众的年龄 应该正确来说 是应该要差不多 等一下应该你们会听到的音轻声 一般来说应该是要差不多 那在28到34岁这个集聚里面呢 男女各占1 1比1 这个蛮有趣的 然后我们第二多的这个收听人数呢 是23岁到27岁 23岁到27岁呢 这边百分之百都是男生 很有趣 12% 然后12%的23到27岁都是男生 另外一个年纪是35岁到44岁 35岁到44岁这边比较悬殊 就是男生高达了6成4 女生是3成6 这代表我们在这个比较中年吗 的听众里面 大概是男生比较多 但这个很少 这带我们总收听人口大概4%而已 这个引擎有够大声 然后再上去呢 还有45到59岁的 45到59岁有14%是女生 然后有86%是未指定 这我就看不太懂了 对所以基本上啦 讲简单一点 刚刚戏念完了 基本上我们所有的年龄 最多的是28到34岁 占8成 次高的是23到27岁 占12成 那基本上呢 男生在各大比率里面都还是偏多 尤其是23到27岁 就是比较年轻的鲜肉们 然后跟35 35这边还好 那收听的时间 收听的时间这也很有趣 但是收听的时间 有很大部分可能 跟我们po的时间有关联 那这边其实没有 并没有看到特别显著的 显著的一个数字 倒是有个时间是礼拜六的下午一点 这个时间比较多人听 这蛮有趣的 因为我预期Podcast是一个通勤的东西 所以就是通勤收听的东西 或者是可能睡前吗 结果大家反正在礼拜六下午听 那是可能在开车吧 我也不知道 那礼拜六下午 我们礼拜六也不太会上级数 我们通常都是礼拜四或礼拜天上 那其他级数 私聊就是乱上 所以这个时间很有趣 但目前没有什么太大参考价值 因为我们的收听人数 还没有到一个非常非常高的情况 那这一集 因为我们现在在这个所有Podcast的表现 绝对还是后段 在first story上面 可以看到一些数字 让我们也有蛮稳定的一些收听数 跟下载量 那实际上大家 那有没有真的把它听完 那我倒是不确定 不过整体的数字是有慢慢的 因为我们比较频繁的更新 有一些有还不错的 我个人觉得比我想象很好的表现 这样 所以在这边也感受 现在正在听的所有人 或者是前几集有听的所有人 因为你们的这些收听 对我们来讲是蛮重要的 因为我们一天平均可能会刷这个后台 刷个大概十次左右 所以你们的收听跟甚至回馈 评论或者是个私讯 我们都很重要 那我们也持续的在征集一些QA 那我们日后QA变多 我们会一次去做解答 就一次会去回答大家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大概 今天想讲的第一部分 就是我们算是一个其中考吧 因为我认为原本我是认为做一个50集 再来回顾 回顾说我们还要不要继续做下去 还是要止血 因为其实Podcast现在的竞争也是有 当然没有像YouTube那么多 所以还是会需要考虑说 要不要继续做 或者是要不要更动什么东西 那目前这是一个30集的 一个小review吧 那整体来讲是一定会继续做 但其他频率啊 或者是一些节目调性啊 或者是一些东西 我们会做一些更动 那大家就敬请期待 或者是给我们更多的想法也没有问题 然后再来 再来的话 我想讲一下 就接下来就比较 比较比较 比较轻松了 我们不要再讲这些 像Podcast啊 我又不是Podcaster 对不对 我又只是听 听Podcast 我没有要听这个 对 因为我现在坐在机场附近 所以这个我每一天 我现在都坐在书桌前 然后前面就一堆飞机 在那边飞来飞去 晃来晃去 然后就不由得让我想起说 干 现在旧金山机场 这个机场这么这么的忙 他们总共有四条跑道 然后不断的在飞 不断的在就是起飞跟降落 然后因为我本身也是一个 我本身也是机迷嘛 所以我也会去 就是去拍这些飞机这样 我拍到我觉得好累 因为我昨天就拍了2000张 很可怕的一个数字 我就拍了2000张 想一下就是 这边其实在这边的天气 基本上很 蛮 蛮好的吧 大概20几度 但是风蛮大的 然后有太阳 完全没有晕 所以就是一个 你可以直接站在那边 但是你又不知不觉会 会灼伤这样 所以天气是很好 然后他们的旅游情况 看起来也是复苏 然后机场 大家都说很忙 但是我从西雅图过来的时候 我觉得还好 就是我从西雅图 搭国内线过来的时候 其实我入关 我从check in到登机门这一段 我只花了大概半小时而已 这是一个很快很快的速度 如果你以前有这个 从台北松山机场 就是check in到登机的话 大概就是那么快 大部分我都是蛮快的 所以是一个蛮快速 但是很多人 包括podcast 包括朋友 都警告我说 你这个要提早到机场这样 那我想说到底要提早多早 所以后来发现 其实也还好 速度没有我想象中的 那么危险这样子 所以这个也是 供大家做一个参考 就是国外其实机场 真的是很忙 尤其非欧洲的 很多都还罢工什么的 对啊 那旅游一下子回来 那他们的雇 就是他们原本雇的那些员工 可能也 有些人可能也找到新的工作了 然后有些人呢 可能也放无薪假 然后也拿一些补助 也并没有短期间 也没有想回来 所以反而变成说 他们短时间人手 是非常非常不足的 所以如果最近有出国打算的 不管去哪 我都建议你 保险旗舰多过一点时间 然后也会有耐心一点吧 对 那我是运气好 没有遇到什么太大的状态 那在我入美国的时候 其实他们也没有检查那些 有的没有的什么 疫苗的东西 反而他们根本就不太在乎 对 所以我一路上其实只有 只有台湾地勤 有检查这些文件 他们还要登记说 你是打什么疫苗的 所以连小黄考都要带 很智障 很智障 就是虽然国外都有说什么 这可以 这可以 但是其实他们根本就不在乎 这样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最近有出国打算 我会建议你呼召 跟小黄卡 跟欧洲的那个疫苗证明 都带 但是我老实跟你说 没有人在看 没有人在看 欧洲疫苗证明 没有人在乎 我就想说 这个应该是国际认证的东西 这边引擎声超级大 大家还有 因为现在我还是在饭店里面录 我完全不敢把东西拿出去录 因为你们会不断听到 呼的声音 讲回来 欧洲的那个欧盟的 那个疫苗证明 因为他的有个问题是 他没办法看到你打了哪些 他没办法看到你三级分别打了哪些 他只能告诉你说 他只会显示最后一级你打什么 对 但是在台湾地勤出国的时候 他们会想要登记你打了哪些 那登记的意义 我觉得比较像是说在 知道说如果 因为台湾问题是有人打高端 如果你打高端 可是你出去如果遇到什么问题 被送回来 其实不太可能 因为他们根本不看 但是如果不小心 美国心血来找查 发现你没有疫苗 那怎样怎样 你被遣返回来的话 其实台湾这边的地勤 是要负一些责任的 因为他们是要罚钱还是什么的 所以台湾地勤 比较严格的去查 主要还是因为 如果你今天打的是 国际不认可的疫苗 其实就是高端目前来说 那你就会有这个问题 所以如果要出国的 我觉得如果你现在有空 可以去打什么 BNT Moderna Novavax 那就去打一打吧 就去打一打 那如果不行的话 那你要再详细的去找 因为目前高端 虽然一直都说 有效有效有效 但是一直国际认可 一直都没有下来 这是打高端人要注意的东西 那小黄卡建议带着 那不带没有关系 要有照片银本 这样就是要有照片 其实基本上 他们就是要等级 那出国不会看小黄卡 小黄卡只有在台湾地勤 这边他们会处理 那出国的话 欧洲疫苗证明 他们理论上是要 但是他们根本不会看 对所以 那就这样吧 那就这样 主要还是你护照 有没有过期 护照可不可以那个 这样 这是一个出国的一些状况 那回国呢 因为我其实这一周六 我就要回国 然后我爸妈是明天凌晨的飞机 对所以他们也快要回去了 第一件事情是 现在回去是所谓的三加四 那有人就想说 哇有Cindy老师问我说 所以三加四你是要住旅馆吗 我跟他说我神经病 我干嘛住旅馆 因为目前现行的规定 如果你要住旅馆 你要住八天 你说为什么三加 第一个三加四怎么会是 等于七为什么八 因为你落地的那个时候 像我的班机落地时间是 四点凌晨四点 那他不是 他切齐的是切十二点 所以第一天 你降落那一天叫做 day零 第零天 所以我怎么样才算一天呢 我要到了隔天的十二点开始 凌晨十二点开始才算第一天 所以如果你今天运气很好 是在十二点以前降落 凌晨凌晨十二点以前降落 那太棒了 那你 例如说你在晚上十一点四十五分降落 那你的day零就只有十五分钟 那如果你真的很衰 跟我一样 就是凌晨四点降落 其实大部分欧美回去都是这个时间 那你第一天就是二十个小时 那还不算 所以总共你其实 基本上你要定八天 那好 那怪了 奇怪三加四不是三天就是隔离 四天自主健康管理吗 目前现行的规定很有趣 是三加四的时候 那个加四你每一天都还是要回饭店休息 就是你可以放风 如果你验阴性快晒阴 你是可以出去的 但你每天晚上都还要回饭店报道 那这不是很好笑吗 就是这个规定就很好笑 但我希望这个东西会被改变了 就是你可能住个三天就好了吧 剩下四天就滚回家或什么的 或什么样子找一个alternative吧 但是以我目前的了解 今天录音的时间7月19号 目前还是这个规定 那所有的规定 大家请都要去上 微服务部的网站去做最新的这些 最新 你出国的时候一定要再去查一次 因为真的是滚动时间讨 然后滚到就是我根本就不知道 现在打隔离几天这样 那目前我所知道是三加四 那像我爸这样 我爸妈回去的话 他们因为他们是一起回来的 同时落地 所以他们也是夫妻 所以他基本上是可以是用一人一户 但是两个人一起隔离 这没有问题 这是没有问题的 那我自己的话 也是采用这个一人一户的方式 在家里隔离 在家里隔离的话 基本上那个就是隔三天 三天不能出去 这个也是没有问题的 反正叫拜什么就好 然后加四的话 四这边的话 因为你就住在家里 你也其实也没有人会规定说 你今天晚上其实不睡在家里 别人也不太会去击查这样子 所以其实现在这个隔离政策 已经基本上就是还要关你 但是呢 他也没有人手去这边找你说 所以你现在到底在哪里啊 什么的 就是一个过渡期 但是我个人认为过渡太久了 因为到昨天为止 台湾的感染人数已经来到430万人 430万人 台湾也只有2300万人 所以感染率已经来到20%左右 我查了一下 全世界的感染率20% 就是我们这边算感染就是确诊 我们直接用430万出于2300万 430万出于2300万 也就是说其实 其实台湾的感染率已经跟周边国家 差不多甚至更高了 那这样子还要关吗 大家应该要比较怕台湾人吧 我就想说 大家应该要比较 而且你们还正在爆发当中 不然说爆发 就是爆发的后期 所以大家都还在感染 每天那2万以上下 那其实即使你开了 别人也都会think twice吧 就想说 我要去吗 会不会又再得这样子 所以我也觉得政策蛮有趣的啦 你现在感染率比别人高 理论上大家会不敢进来 理论上别人进来的风险 比在外面还要大 那结果你在那边疯 所以是怎样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是说 大家都已经开放了 而且现在全世界 我也不知道除了台湾跟中国 到底还有哪个国家 是就是还有这些防疫政策的 这上我去的 基本上你打完疫苗 你就是直接入境了 而且他们根本不会看 AK他们根本不管你 然后他们机场也都蛮多人的 所以他们旅游也正在爆发当中 爆发最简单的一个看法 就是看机票 美国的国内线机票 是之前的一倍 就是多一倍 这样 也就是像我从西雅图到San Jose 这是一个两公里 这是一个两小时的飞机的航程 那不含行李 这一段我花了200美金 那在疫情以前 大概这是100美金左右 可能150 所以再贵一点 那我也 我也是蛮头大的 就是单程而已 就是单程而已 那再来就是住宿 住宿也是一样 也都是1.5倍 就是比以前多了 大概至少五成以上 所以 因为我去年有来旧金山这边 所以我知道去年的时候 这边的房价不是长这个样子 所以我就觉得很痛苦 就是 然后再加上现在通膨 然后再加上 他们这边的税 然后还有小费 小费他们供订 可能是要给到15% 18% 这样加上去 这里的消费 这边的平均的消费 真的是台湾的可能三倍 真的是很可怕 我没有在唬烂 真的是 我好像前几天有分享吧 就是你今天 如果你现在点一个 点一个这种 可能大麦克这样的餐 基本上就是10美金去了 10美金都是税钱 再加了税 然后再加了 可能再加一些小费 加上去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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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可能会是13块14块 那13块14块 你再换成台币 这样子可能是多少钱 现在汇率又贵 可能是420 我们算便宜一点 算400好了 请问在400 你可以在台湾吃几份大麦克 2.5分到3分吧 所以其实 我真的觉得 现在在美国这边的通膨 跟他整个物价暴涨 涨到一个 他们到底要赚多少钱 有点这种感觉 就是钱真的是不够用 真的是不够用 所以像我这种赚台币的 然后来这边花 然后现在这个汇率又30 超级超级痛苦 痛苦到我很想要提早回去 因为改票费真的还远比这些东西还便宜 当然了 我最后还是会待到礼拜六 不过真的是 美国现在这个物价真的是很可怕 真的叫很可怕 因为我去年来 然后比较没有感觉 但是再跟我前一次来 可能是6年前来 那个时候物价真的不是涨这样子的 真的不是涨这样子的 现在这个物价 我老实说 我现在的看法就是 如果今天一个东西它除以2 我还可以接受 我就买了 所以如果今天到麦当劳 那个10块的套餐 今天乘上去是300元 300元再除以2 我觉得150 150大家买客餐 好啦 可以啦 好啦买啦 这样 我现在都是这样算的 因为太可怕了 你真的精算 你会觉得你会完全没办法 真的是食不下眼这样 反正很可怕 很可怕 真的非常可怕 这就是 不知道为什么带到了物价这一个部分 这样 就是 很辛苦 很可怕 小费的话 他们现在有涨到18%的 而且有些的店 直接很坏的 直接跟你说 我们这个test included 我们直接 我们会无条件的跟你算一个20%的税 然后你就想说 干你娘 莫名其妙 这是 小费不是应该我们勾给你吗 这样 正常 他们的这个手续通常都是 你要结账的时候 可能服务好一点的餐厅会把那个账本给你 账本给你之后呢 你就可以把信用卡夹进去 夹好之后 他们就会来收你的信用卡 然后会先预刷一笔 然后你 他会把账本连同信用卡一起拿回来 然后你就会可以上面在那边勾选说 你要给他挤多少小费 通常会跟你写好说 12%多少钱 15%多少钱 18%多少钱 20%多少钱 那你可以直接勾 或者是说 你可以自己写 例如说你可能吃了55块 然后你可以自己写一个数字 然后就total算起来 所以会有你的原本的消费 跟tips 跟total 那由于自己这种写法 你可以直接写total 例如说55块 你可以直接写total 直接写65块 或者是说你可以55块 然后你可以直接写在tips 说我tips写10块 然后他们自己会去换算 所以你不一定要帮他们加完 你可以直接说 我total就给你65 我total就给你65 剩下自己算 因为有时候钱可能是什么55.35块 那就很烦 那就写个整数这样 所以这是第一种 那第二种是有刷卡机的 对刷卡机就可能 有时候那个会拿刷卡机到桌边 那有些是你去柜台结账的时候 那里就有一个刷卡机 那基本上就是把你的卡可以tap 就是无接触的感应 感应式的 或是插入式的insert 就是你把晶片 在台湾就是晶片 这样直接插进去 另外一种就是词条的 就是那叫什么 我不知道他们的 因为我没有用这个 词条就直接刷过去 刷卡然后刷过去 就有这三种方式 那你在刷的时候 你在上面他也会问你说 你的total可能是55元 那你要不要加小费 小费多少 你可以自己写 自己打 或者是上面可能就已经先按好了 然后你自己可以选一个这样 所以大概就是这样子吧 然后他们上面都会 告诉你说 都会先算好一个 15%是多少 18%是多少 因为有时候你今天吃一个55块 你要算个什么18% 想说干照料怎么算 就是我还要拿计算机 所以他们就会 不怀好意的先算好 这样 那这个东西呢 在Uber ETH上面也会有 Uber ETH上面就是你在 已经外送费已经给了 他们有外送费跟 有一个好像算是补助给 delivery 补助给外送的人的钱 好像是2块美金 然后在外加你的外送费 外送费看距离 有时候是半美金 有时候到5美金不等 所以最高有可能这个外送费 就会来到了7美金 然后在这还不含小费 所以小费呢 你可以再给他15% 18% 所以每一次 如果你今天只点一个 什么大麦克餐 你说你点10块美金 这样加一加 最后会是200 会是20块美金 你才能够拿到这个食物 因为他有一个那个 外送费以外 还有一个 好像是州政府想要补助的 补助他们的一些税 这样子 补助他们外送员的东西 但我没有仔细看 总是我看到那个钱 我就已经快吐血 然后再加上这些小费 对 所以后来我小费都给很低 我想说 干你这边都已经拿了 这个两块钱了 我还是给你小费妈的 所以后来我小费 可能非常非常低 这也都不重要 反正 总之 这边其实因为在台湾是 Tax都在里面 消费税都在里面 那这边消费税 小费 甚至一些补助 都不含在物价里面 就是你买东西都不在里面 所以无敌 无敌 无敌 无敌贵 很可怕 真是很可怕 所以 当初那个26还是27块的美金 真的应该给他多换一点 好像又有飞机要起飞了 好 这边 好 过了 OK 那 好 那回台的 回台湾还有一个流程 我想要补充的 就是回台湾除了 现在刚刚讲的 3加4的一个部分 它有一个不要PCR 这就很怪 你都不用PCR 然后结果你又跟别人讲说 要3加4 这我就看不懂 对 然后而且是可以接送的 可以接送包含了机场接送 就是你可以用你的信用卡 机场接送 然后再或者是说 你的亲友接送 对 那你的亲友接送 那就是看 你有没有朋友了 对 因为亲友接送的话 最近有几个case 就是感染了BA.5 BA.5 还是BA.4 忘记了 对 就是感染到了 这个国外的新的病毒 这样 对 就是因为机场接送 而发生的 所以 如果你是一个 有朋友的人 那朋友也不太怕 这个的话 你可以 你可以请他接送 对 或者是 你可以私讯IG 我可以接送你 因为我不太怕 没有 就是 可是我觉得 我觉得这还好 因为目前 我觉得这有点 Leave flag 就是我在 我们在国外 就是在美国 跟加拿大这几州 在这边 我们都没有戴口罩 大概已经到三州多了 就连机场 我们也没有戴 坐车 我们也没有戴 外面走路也没有戴 在饭点也没有戴 所以 目前我是没有什么状况 但目前是没有确诊了 快赛 就是快赛 都是硬性 可能也是运气 比较好吧 所以 不知道 不知道之后会怎么样 目前因为我也打了 我也打了 三剂 左右的疫苗 这有点tricky 因为我去年 有在美国打一剂 Johnson 所以 严格来说是四剂 但是Johnson 很多人都觉得 跟水一样 所以 我觉得打疫苗 还是有效 也用了 因为像我爸妈 在出去的时候 他们也是没有戴口罩 那我爸妈 我爸妈基本上 也是70岁老人家 他们打了三剂 三剂莫德纳 所以也都还OK 所以大家就 参考参考吧 就是 就是疫苗 我觉得该打还是要打 然后剩下可能就是 大家还是做好自己的 能够的措施吧 例如说 其实我们还是有带那些 类似喷雾啦 这些就是 手部消毒的东西 那他们上车 我就给他们喷一喷这样子 所以我们还是有做一点点的 这个防护 虽然是没有戴口罩 那我们大部分 在通风比较好的地方之类的 所以 大家在台湾就保重吧 我现在觉得台湾比较危险 所以说不定 我会在台湾中奖 或者是在路途当中奖 也说不定 不过 就 我觉得就听天由命吧 反正现在没有保险 我就 随便啦 随便啦 这样 好啦 这一集 讲的有点多 然后我们 这一周 其实会有一些 这周 我比较忙 因为我 现在已经提了离职 然后我会做到 这礼拜五 现在目前时间是礼拜三 所以我还有 三天时间 要完成这些的交接 那我现在 因为这几天 我就完全都在chill 完全就是在 就是发呆放空的状态 然后要不要拍拍飞机 跟睡觉 所以我这几天真的没做什么伟大的事情 然后就 有点赶 我的工作就会有点赶 因为他要我 再把一些东西做完 然后还要写文件什么的 所以 我的意思 我一直很吵 然后 所以有一点东西需要交接 那这一周有些 可能私聊这边就会 比较少去做更新 不会像上周 或上上周 可能一周 私聊有三根四根 然后可能不会有 但我还是会尽量的 就是抽时间来 讲讲我在这边的一些经验吧 或一些 就像是旅游的一些小经验这样 对啊 好了 我们这一集就先到这边结束 感谢大家收听 我是小杰 我们下集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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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